一周七天,不重样的,下季凉拌菜做法 星期一 凉拌苦橘吃起来,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非常爽口,可是很多人却做不好 今天我教你一个又快又好吃的做法 苦橘先去根,再切成段 清水里加一勺盐,放入苦橘,浸泡五分钟 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爽脆 碗中放蒜末,干辣椒,白芝麻 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放生抽,陈醋,蚝油,少许盐,白糖,半勺香油 搅拌均匀,料汁就调好了 苦橘里放点洋葱丝,花生米,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凉拌苦橘,清脆爽口,还特别的简单 学会了就点赞收藏一下吧 星期二 简单实惠的皮蛋拌豆腐想要好吃 灵魂在于酱料的调制 首先皮蛋的选择也重要 好的皮蛋外壳成灰白色 扒开后能看到松花纹 皮蛋放入盐水中浸泡五分钟 够去除色味,刀两面喷上水 切的时候不易站住 摆入盘中,五毛钱的内置豆腐七成小块 倒入盆中,再调一个凉拌菜的灵魂料汁 蒜末,葱花,小米辣 用热油炕香,加生抽,陈醋,鸡精,白糖,蚝油,辣椒油 搅匀后直接浇在豆腐上 美味集成,再加三分钟就能搞定 喜欢的收藏做起来 星期三 夏天到了,老婆想吃口水鸡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做法简单,鲜香麻辣 首先鸡腿冷水下锅 加葱姜,花椒,黄枝子上色 中小火焖煮15分钟 捞出用冰水过两口感更劲道 改刀装盘备用 然后来调个传说中的口水汁 空碗放蒜末,葱花,青红辣椒 生抽,陈醋,辣椒油,花椒油,盐鸡精 最后搅拌均匀淋在鸡肉上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口水鸡麻辣鲜香 好吃又过瘾 你也赶紧试试吧 星期四 夏天到了 谁会拒绝一份酸辣开胃的五股柠檬鸡爪呢 真的就好吃 比路边摊还入味 做了三斤 半小时就被一家子给消灭了 如果不喜欢去骨或者不会脱骨的宝门 也可以不去骨 按照这个配方做都很好吃 喜欢的家人们 可以试一下哦 星期五 以后空心菜你试试这样做 清脆爽口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首先两块一斤的空心菜掐成小段 水开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放入空心菜 烫个30秒捞出 迅速用凉白开过凉 这是青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空碗中放蒜末 干辣椒 白芝麻 用粤油呛熟香味 再加一勺生抽 陈醋 盐和白糖搅瓶 凉拌汁就调好了 淋在空心菜上 清爽又解腻 太好吃了 星期六 这个夏天一定要学会 这道酸辣柠檬虾 酸辣脆爽 自己在家做 想吃多少做多少 18块一斤大虾倒入锅中 煮熟捞出过凉 这样口感更有弹 然后像我这样包掉虾的外壳 放黄瓜 五片 蒜末 小米辣 洋葱丝 两片柠檬 香菜 凉拌几角 然后腌制一小时即可开吃 放冰箱冷藏口感更加 味道绝对不舒服变弹了 星期天 夏天快到了 有多少人能拒绝 吃到凉拌的金针菇 酸辣爽口 真的好吃到甜手指 树上摘下来的金针菇 进去根部 锅中水开 放入金针菇煮熟 捞出控干水分 加入蒜末 小米辣 胡萝卜丝 黄瓜丝 香菜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泰式凉拌汁 有了它不管拌啥都好吃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好吃又不腻 快收藏坐起来吧